怎么可能已经是阿嬷了 真的是这栋灵的美魔女最近超行 不过告诉你 还有栋灵了美魔男 还拍了清凉的宣传照 是谁呢 我们立刻把现场交给记者谭若仪 是的主播 艺人包卫明呢 刚刚是出席了一场代言活动 他为了这一次的代言牺牲很大 特地拍了一组清凉的照片 照片中呢 包卫明只为了一条浴巾就上阵 来看一下稍早的访问 其实不反对啦 适量啦 你不要太过分啦 那因为我是真的没做 我是从头到尾都没做 那我说我不是说我没做 我就说不要去做 其实其实我觉得适量 可能五年十年之后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抗拒那个地心引力 我觉得适量的做是OK的 因为现在算是医学都很发达 所以我就不反对 可以看到呢 现场除了包卫明这一次拍的照片之外 还准备了包卫明19岁出专辑时的照片来比对 已经快要50岁的包卫明呢 和19岁时的他除了肤色一黑一白有差别之外 其他地方呢看起来是保养的相当不错 因此现场呢就有人问他是怎么保养的 请他传授一下秘诀 他也大方的表示自己没有整形 完全是靠饮食和睡眠 不过呢他也表示他不排斥整形 如果以后有需要的话他也许会尝试看看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美魔男包卫明 分享了他青春不老的秘诀 谢谢若遗连线报道